各位电影节目,大家好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在1903年开始生产在美国本土的汽车 当然汽车的发明为人带来很多的利便 但同时也带来了因为车祸产生以致人民的损失 所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了汽车的安全 他有一次设计了一个标语和图案的设计比赛 得到奖的是其中一个我们大家都可能依稀都记得的 就是三个词,就是停,看和停 加上他的图像设计,就得到这个掌感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当你去到平交道或者十字路口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先停下,然后看一看,然后还要听一听 看都不够,还要听,有时可能你看不清楚也不一定 在熟灵的路上,其实我们都需要很多时候 而感觉到危机的存在,也都提醒自己 今天我们要从希伯来书的一段经文里面 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一到第六章第八节 你要讲灵命追求的三部曲 不是停、看、停、是听、念和行 希伯来书其实是一本以旧约背景来写的一本书 它是针对当时的有旧约背景的犹太教的信徒 或者犹太教的人 所以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先要第一个问题就要搞定的就是 到底这段经文它主要的对象是指什么人说的呢 它是指什么人来说的呢 我们当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到第五章第十一节的时候 他要讲耶稣基督按着默基西德的等次来做大祭事 他讲这个题目的时候 他知道是有些的深奥或者难以理解 他就忽然间停下就想一下 到底他的读者能不能够明白 能不能够理解呢 当他一想的时候 他就发现这帮人可能真的不能够完全的理解 所以他就停下有一个的插断了 这个插断就是将这个读者 他本身的情况来拿出来讨论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先看看 到底希伯来书的读者是什么人呢 希伯来书的读者是什么人呢 因为希伯来书经常引用旧约 所以我们知道这段的经文是和旧约背景有关的一些读者 来说的 我们先看希伯来书的几段的警告 这几段的警告其实就可以给我们看到 到底他是针对着什么人来说 我们先有一个立论就是 这几个警告其实是针对同一批人的 同一批人 我们先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 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 同蒙天照的圣结弟兄 同蒙天照的圣结弟兄 所以如果看这一节的经文 你就知道这帮的读者应该是已经信了主 同蒙天照的圣结弟兄 然后第六节这里说 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 我们如果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 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 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 如果你不坚持到底 就不是他的家了 但其实如果你看起原文 就是希伯来书 你就会发现这个辩事 这个辩事其实是说金行事态 就是一个present tense 就是说如果他们将原本属于他们的显明出来 他们就是神家里面的一个成员 所以这个不是说他有会失去 但是说他要将他本来有的来表明 更加就印证这件事是属于他的 然后第二段经文我们看第三章第十四节 第三章第十四节 这节也是有人会从另外的角度来去思考的 我们如果将起初的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有人会理解说如果我们不坚持到底就没有份了 就是说救恩可以失去 是不是这样意思呢 其实坚持到底就有份 这个有份是过去原成式的 perfect tense 就是说本来属于他们的 因为藉着他们坚持的信心 就会表明出来 所以这里没有意思说他们本来有的 如果不坚持就会没有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就是第五个警告 第五个警告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只是二人必因信得生 他若退后我就心里不欢喜他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淪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以至灵魂得救的人 这段经文就很明显就很明显就说到 这些警告的说话的时候 我们可以归纳 这班的读者其实他们是有犹太的宗教背景的 他们在教义上已经潜移密化 受救药这些教义来影响 作者提醒他们就不要停留在原来的地步 要继继续的向前 要继续的掌进 因为有耶稣基督做他们的善服 而第五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 很明显是讲一帮信主的人 因为这里讲他们是婴孩 他们是有生命的 虽然不成长 但是他们已经有了生命 但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 描述一些信主的表象 而后来他们的结局 都表明他们应该不是真实相信主的人 如果他们要表彰真正的信心 他们要将真实信仰的实质表现出来 而只是有一些表象 而离开或者退后的话 结局就是非常之可悲 所以在独者群里面 如果我们这样看 就有两种人 第一种人就是犹太背景的信徒 他们已经进了门 就是进了信仰的大门 第二种人就是 他们是犹太背景 犹太教背景 但是他们还没进门 他们只停留在一些利味的礼仪的中间 他们还没进入信仰的大门 并且难以解明 因为你们听不尽许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 该作师父 谁知患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 另外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粮的人 这个段落 我们刚才说了 应该是针对那些 已经在信仰里面 进了门的人 但是他们是不示长进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第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听出了问题 问题的精结 就是他们听不进去 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 信主第一步就是要听 听到 信到是从听到来 如果我们听不进去 根本这个道种就没有办法 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按他们学习的功夫 按学习的功夫 美国的标准语管 和女神终役管 都是说按他们学习的时间 按他们学习的时间来说 他们应该是长大成人 他们应该过了婴孩的阶段 他们应该是成长 甚至可以教导人家 做别人的老师 但是他们竟然满足了 在他们做婴孩的阶段 不是长进 所以这些信徒 其实他们的道理应该有听 只不过他们听不进脑 他们停留在婴孩的地步 弟兄姊妹 做婴孩要吃奶 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不对 其实 没什么不好 没什么不对 为什么呢 我们每个人都经过婴孩的地步 是不是 有哪个人没有做过婴孩的 世界上只有两个人 没有做过婴孩的 就是阿当和夏娃 我自己都觉得阿当和夏娃都挺可怜 他一睁大眼 他就要做事了 就要修理看守 所以他们没有快乐的童年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时代 做婴孩或者做婴孩 那个快乐的年日 已经不像以前那样 我听说香港的穴孩的年纪 已经到五岁了 五岁就开始有穴孩 有骨症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虎爸 虎妈 就要这些的小弟哥 考入好的幼稚园 所以在五岁的时候 要入幼稚园的时候 就已经很大压力了 只不过读幼稚园 其实没什么不好 没什么不好 只不过如果十年都读幼稚园 那就不好了 是不是 比如你小孩子 有一天回来 他说 爸爸 妈妈 我今年读幼稚园读得很开心 我明年我不升班了 我又继续读幼稚园 你会怎么跟他说 你会怎么跟他说 你说豈有此理 三个这么没志气的 你不求掌准 你浪费爸爸妈妈的钱 你知道吗 但是在熟灵的路上 我发现在教会里面 有很多读幼稚园 不单单一年读幼稚园 五年十年都是这样读幼稚园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 他里面就没有道的那种的力量 生命的力量让他成长 没有 那就变了什么呢 变了停滞不前 Warren Whitsby 他对这段经文有一个看法 就是说 熟灵倒退的一个症状是什么呢 就是对圣经的厌倦 主日后的课程 乏味 听到提不起兴趣 对任何熟灵的事物都缺乏了动力 问题呢 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有时候说 哦 说的人说得很悶 所以我听不进去 是 说的人都要负责任 但是一个巴掌是打不了的 所以一定要是两只手才能打得好 老师有他的责任 没错 但是老师不能够负全部的责任 而学生是应该负另外的那部分的责任 而另外那部分的责任应该是比较多的 所以Warrior Willsby 说 问题经常是什么呢 经常不是在老师或者在牧师 而问题经常是出自信徒自己 这个其实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反省 大家有听过老油条 老油条 老油条就是说 他已经到了这么大这么多的年日 但是他仍然是不是长进 在灵命上 如果熟灵的老油条就是什么呢 就是不长进 但是按他学习的年日他应该长进 老油条的心态是什么呢 用英文说四个词 第一就是been there done that so what who cares 去过了又做过了 那又怎样呢 那你这么多做什么呢 就是这样 对熟灵的事物没有兴趣 没有胃口提不起敬 这个就是熟灵的老油条 顶之后 在聆听神的话语的过程里面 你是不是有意无意之间 去排斥一些比较深奥的道理呢 而当你听的时候 是不是只是喜欢听一些笑话 故事或者很轻松的一些话题 而深入的真理呢 就觉得很伏味 就塞了耳朵就不听了 或者说你只是凭肉体来行事 以至于失去熟灵的胃口呢 很多人听 左耳入 右耳出 有些人听 就两个耳朵入 被歌窿出 总而知呢 就听不进去 这个就是他们当时 希伯来书的读者里面的问题 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建议他们 尽量的吸收 这个就是解决的方案 尽量的吸收 尽量的吸收 我们知道最近Tim Keller 这个分派的影响力很大的一个牧者 他过了身 他pancrea的cancer 那么就挣扎了几年 然后就过身 Tim Keller他的影响是非常之大 甚至他不是在美国的社会 他影响我们华人的社会 因为他的书很多都被翻译 甚至我听过听说 他的讲章 就有人用另外的中文去读 读完之后呢 就给大家去听 就是当是一个的中国人 代替了Tim Keller 用中文去表达他的讲章 所以我们纪念这位的牧者 非常之有影响 他有一次讲杀种的比喻的时候 他第一句说话就说 天国是从听到开始 天国是从听到开始 所以我们要多听 今天我们如何吸收神的话语呢 应该有两个途径 第一个是从眼那里进去 第二就是从耳朵那里进去 眼里进去我们的脑 然后再进去我们的心 来消化 让我们的生命 因为神的话语进来 而能够冲撞 圣经的知识可不可以改变人属来的生命呢 那这个这个问题呢 其实可以是有 也都可以是没有 或者说可以是可以 或者是不行 所以说圣经的知识可不可以改变属灵的生命呢 可以也都不可以 因为单有圣经的知识 改变不了人 法利塞人 他们这一批人 他们圣经很熟的 但是改变不了他们 但是如果你完全没有圣经的教导 一个人又怎样改变呢 不要把他改变 所以圣经的教导 这个是第一步 是基础性的 信道是从听到来的 真理的认识是灵命成长的开始 但是他需要和灵命成长相乎相成 所以求主开通我们的耳朵 如果来到听 听得好 多听 多读 就好像韩国的kimchi 他浸在这个的染缸里面 一路浸 浸到这么上下 那么这个味道就进去那些菜的里面 同样我们要浸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要浸到一个时间 不单是外面受影响 我们里面也受影响 第二个熟灵的追求 第二步是什么呢 就是要练 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下面 就是第十三十四节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 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肖 集练得通达 就能够分辨浩大了 这里 在说的问题的精结在哪 问题的精结就是他们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他们不熟练 他们也没有去集练 所以他们不能通达 所以当异端斜说来到充斥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分辨浩大 分辨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真的 这个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他们不操练就不能掌握 他们不能掌握 就没有办法让他更多的来去操练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 他带领着十二个门徒 耶稣他的门徒训练其实是很特别的 耶稣的门徒训练其实就是用生命来感染生命 耶稣他本身就是老师 而他本身也是教材 他带领着这帮人上山然后下海 让他们经历很多的事情 但是他从其中就讲解天国的道理 耶稣基督在这三年里面带着这帮人 这帮人是否一下就懂呢 不是 是否一下就明白呢 都不是 他们好像牛皮灯笼 耶稣点了他们三年 他们到最后最主要的耶稣是受苦的尼赛雅 他们都没明白 都没明白 有一次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杀都干人的教 他们以为耶稣说他们没有大病 耶稣也多次说他要受祭司民事的苦害 要受苦受死 然后第三天要复活 耶稣要复活这个信息 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进去 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前 他们仍然是没有这个意识 所以我们可以说用耶稣基督的话 他们就是有少少命返不灵 他们是老顿 他们很多的时候是迷茫 他们的脑子不知道怎么扣造 或者进了水 进了沙 进了江湖 总而言之 他们就好像我们广东人说死蠢 就是 他不是IQ不高 是灵伤不高 不是智商不高 就是对熟灵的东西 肯定是揣摩不清楚 等于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 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劳顿的人 不要做一个劳顿的人 而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更多的练习 伊布莱书的作者就说 你要集练得通达 你才能够分辨好大 即是sensus 我们的sensus 要exercise 然后to discern 心念 心窍 集练 然后就懂得分辨 等于神的话语入了我们的脑 而我们就需要经常去思考 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融会贯通 然后当我们融会贯通的时候 我们成长就不会停留在一些粗浅的道理上 我们就可以吃干粮 了解真理 然后分辨好带 判别是非 无论如何优秀的人 他们都要 要集练 不集练 那样东西不是我们 我记得在 菲律宾宣教的时候 菲律宾很热的 我三个小孩都在菲律宾出生 那我就 他们小的时候 就经常带他们去游泳池 有时就去海滩 但是我不懂游泳 所以在游泳池的时候 他们小的时候 我们就停在水浅的地方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很快就学会游泳 所以学会游泳 他们不会满足在这些水浅的地方 他们就走去水深的地方 但是我不懂游泳 我不懂游泳 那就没办法 我跟不到他们去 所以我就上游泳池 我就上回游泳池的干地上面 就在上面 你看着这些小孩游泳 我自己就想 如果能够和他们一起游泳 这个亲子关系 会比较更深的 所以我后来就决定 我就要去学游泳 有一个酒店 他就主办一次的游泳学习班 八次 那就不便宜 不便宜 但是我看到一句话 我就很受激励 他就说 money back guarantee 就是说 如果你学不会 学习呢 圆银奉还 今天这句话 就吸引我去报名 我学了八次 鼎子会 你觉得我 有没有学习呢 有没有学习呢 没有 我学了八次 我只会浮水 浮在水面上 我可以扬我的手 扬我的脚 我甚至可以向前 但是呢 到一段的时间 我就要换气 但是我不懂换气 或者换气 我就怕了 脚要站在这里 所以就不去得深的地方 其实就等于不懂 就是不懂 我就觉得很可惜 但是没办法了 后来呢 我就来到美国 在美国呢 我们开始的时候呢 就在神学院教书 暑假呢 就比较没那么忙碌 那我们住在一个townhouse 呢 有一个community的swim pool 就是说 给我们住客呢 去用的一个游泳池 那我就是我太太说 我说 今年呢 我一定要学会游水 那在那一年呢 我真的 差不多假日我就过去 然后呢 我太太她会游水 她在旁边看着 其实呢 我很多游泳的道理 我都懂的 我都懂的 只有没有练 那么在那两个几月里面呢 我就不断的练的时候呢 就不断有一些的啊哈 啊哈 我明白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所以我到最后呢 我有一个很大的啊哈 我懂游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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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懂了 只不过没有练 宿灵的事上 其实有很多事情 我们都知道 很多都知道 而问题就是 在我们的脑里面 有没有将它融会贯通 有没有真的将它 来去思考清楚 然后呢 实行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有一句话说 练习可以达至完美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大家觉得这句话 对不对 好吗 好吗 这句话呢 是Benjamin Franklin说的 当然他说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的假设 这个假设呢 他就没有表达出来 但是有时候 我们如果掌握不清楚呢 其实呢 这句话呢 是只对了一半的 或者说 如果你掌握不清楚呢 你甚至陷在这个 这句话 带给你的一个死胡堂里面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练习可以达至完美 你真的觉得是 你如果弹琴 你一日弹十二个小时 你都不断弹 但是你练的方法是错的 你的练习不会至于完美的 所以是要怎么呢 是要受独度的练习可以达至完美 是guide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所以我猜你弟兄姐妹呢 你跟一些熟灵的师傅 你都去学 不是自己在这儿盲摸摸摸的去摸的 到时呢 碰了钉自己都不知道 变了血淋淋的 但是呢 又不知道那个正确的途径 所以有时可以参加一些的 我们就跟大家思考一下 到底这段经文 我们熟灵的生命 应该是透过什么 来去理解然后成长 第三段经文其实强调是要走 是要走 所以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断 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其实第六章整章呢 都是说要向前 要进步 要走 第六章第一节是这样说的 然后第六章第九到第十二节呢 就说我们要将 起初原有的爱心更加恩勤 然后一直到底 然后跟着呢 就要辞定摆在我们前头的盼望 一直向前 向前 所以三个词呢 其实整个第六章呢 那个重点就很明显了 进到 然后到底 然后向前 我们用这个的大框架呢 来明白这段经文呢 那你就会掌握到它的重点 信徒的救恩 是不是稳固的呢 很多时候我们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 当然 这个问题是应该问的 而也是这段经文呢 所以带动我们 先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才来到它应用 都是对的 这段经文是指导什么人说的呢 是信徒还是非信徒呢 最少有四个不同的说法 第一个就是说 这段经文呢 是指导真正的信徒来说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他们的救恩可以失去的 那有另外一个刚刚相反的呢 就是这段经文呢 是不是指导真正的信徒来说的 所以救恩是不会失去的 第三种呢 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假设的情况 不是说真实当时 在会众里面发售 是假设的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说 他们失去的呢 不是救恩 而是失去赏赐 就是说这班人 他是信了主的了 但是呢 如果不坚持呢 他们就会失去赏赐了 到底是哪一个呢 我们来看看 作者呢 他是叫这班人呢 不要原地踏步 不要原地踏步 要离开基督真道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所以不要原地踏步 那基督真道的开端是什么呢 基督道理的开端呢 其实应该就是 这些旧约的利未祭 或者利未的祭祀 礼仪 律礼 我们不需要停留在这些的 利未仪式的 宗教律礼 和条例的当中 要向前 当然了 这个是信主不信主的人 都会接触到的 而不一定是指导信主的人 这些其实不是不重要 这些其实呢 是一些比较表象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 就要看了 他们停留在立根基的这个阶段 那这些根基其实是什么呢 这些根基其实是一些表象的根基 悔改行恶信靠神 你说信靠神也是表象吗 信靠神呢 其实是一些的 从表象里面对神的那种的依附 然后洗礼和按手礼 然后死人复活和永恒的审判 这些的教训 这些的教训 其实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导里面都有 大多数都是指到他们信主之前 就已经接触了这些东西 第二 他们满足在这个肤浅的表象里面 如果我们看中间这个部分 就是第四到第五节 其实呢 其实呢 第四到第五节呢 有几个词呢 是比较无灵两可一点的 又可以是指到信主的人 又可以是指到不信主的人 到底是怎样呢 我们来看看 蒙光照 蒙光照呢 其实可以是受到一些的学说的亮光指引 而尚过呢 这个在下面就是觉悟的词 是同一个词 尚过呢 可以是老部的运动 也可以是接触 是接触 第三 就是对圣灵和圣灵有份 有份这个词呢 其实可以是在这个普通的生活的范畴里面 有份参加 有份参加 而尚过神道的滋味呢 他尚过但是未必到接受的地步 然后最后觉悟来世的权流 觉悟我们说的 就是跟前面那个尚过呢 是同一个词 是觉悟 是老部的运动 其实犹太人他们对来世都是有一个的信 相信 他们觉得神他将来在他的国度里面 也都会来到显现他的能力 但是问题这些 其实可以停留是在表象的阶段 那么第六节到第八节就更加清楚了 这里说如果利器道理就不能够叫他重申奥悔 因为他们将神的儿子重钉在十字架上 明明的羞辱 然后跟着呢 还有一个农业的比喻 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 生长菜所合乎耕种的人用 就从神督得福 若掌荆击击和侄泥必被废弃 而近于就座结局就是焚烧 这里说如果是利器真道 如果他们不改变他们的情况 他们就会遇到很重大的危机 这里有三个词 利器不能重申 利器 利器就是说他们利器了神的心意 他们不能够重申奥悔 重申奥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他们已经靠近这个得救的边缘 他们如果不向前走 他们一倒退的时候 就很难回到现在靠近这个救恩的大门的地方 而在第七到第八节就更加清晰地说给我们 他说好像什么呢 好像一块田地 如果受了雨水的滋润 他会结出好的果子 但是如果结出荆棘和侄泥 他就要受到很严厉的审判 如果你回去看这个杀种的比喻 杀种的比喻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在于那个种子 那种子不会结出不同的东西 而是在于什么呢 就是在于那个土地 那个土地 土羊 如果土钱石头地 那些杜种就进不去 进不去 根本就不是杜种的问题 是那个田地的问题 所以达拉斯神学院的资深的教授叫Stanley Toussaint 他已经离开了世界 他说根据这个耕种的例子 他说这段经文的对象不可能是信徒 因为结束的词汇 绝对不能够用在信徒的身上 不能够 所以这些人无论如何熟肉体也好 无论如何不掌准也好 他们不会永远守就座 我同意 我同意Stanley Toussaint这个说法 这段经文是针对这一班 在犹太教里面浸淫在 在一些基本的教义上的人 但是他们不是掌准 最终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会落到沉淪的地步 所以整段经文教导我们是如何 要掌准 要向前 而经文第一节说到要离开 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而第三节说 神如果许可我们必如止行 然后第九节 就是离开了第八节 刚刚下面的段落开始那一节 就说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须以事这样说 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 而且近乎得咎 所以我们要如止行 我们要集练 先要听 然后要练 然后最后我们要走出来 要走出来 我认识一位 我在菲律宾宣教的时候 认识一位的弟兄 那时候大家都是年轻人 年轻人就相识的 后来他神好赐福给他 他就开了一间牙膏厂 叫做HAPPY 在菲律宾都很受欢迎 HAPY HAPPY牙膏厂的老板 我有一次回去的时候 他就邀请我去看他的牙膏厂 我在他的办公室里 就看到一句说话 就是写了一个牌 那个牌很特别 他这句说话很特别 他说 You don't have to brush all your teeth Only those you want to keep 你不需要拆所有的牙 你只要拆那些你想保留那些 很有意思 意思是说 如果你不练习的某些道理 那些道理是不属于你的 你不去走某些道理 那些道理你听了很久 那些都不是属于你的 所以要练 也要实行 好像刹牙一样 顶着我们人生的路上 我们需要的怎么样 我们需要求主 保守我们 让我们开通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经常习练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话语 然后在我们人生的路上 我们将他实行出来 再回到去 开始的时候 然后说 听 看 听 就是可以防备交通 意外的 几句说话 是很重要的 熟灵的路上 我们同样有三部曲 就是 听 念 和行 是 求主帮助我们 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努力 我们求主 让我们活出基督耶稣的生命 是里面的生命出来的生活 同时我们看准我们前面领导我们的先锋耶稣 让他激励我们 到底会有一个很实际的实行 我相信你听到很久 你都知道在熟灵的路上有一些学习是比较困难 对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困难 可能你对信心你觉得很困难 念会求主帮助你 在今天听完这篇道之后 你就掌握一个熟灵的操练 是很难的 你学不到的 你现在开始 用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一个月 你去学习 譬如要书 要书 大家可能都很明白 我们要要书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但实际上 如果真的要要要书我们的敌人 是很困难 有些人的脾气好不好 真的很难忍耐 遇到了少许事 他就出来了 我们求主 帮助我们 在某一个 古难实行的真理上 从今天开始 求主加我们的力量 令我们好好进行 我们低头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我们知道这段经文 鼓励我们不单单听 我们都要練 我们都要实行 你赐给我们的真理 求主给我们不是做一个听道的人 那是做一个实际行道的人 让你的喜悦 你的笑脸 来激励我们 让我们继续努力向前 不要停顿 也不要因为困难而却步不前 愿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阿们